她虽然出身寒门, 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仅成功把工资规模拓展到了海外, 而且一年的收入也达到了惊人的47个亿。 甚至, 她现在还有一位比她小了20多岁的男模丈夫, 在许多人的眼中, 她就是货真价实的人生赢家,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本期的子牙童去创始人观察, 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位不一般的女傅豪于文宏。 故事还要从她小的时候开始说起, 上个世纪的70年代, 于文宏出生在了东北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家庭当中, 因为父母一辈子都是以务农来维持生计的, 所以经济条件并不容乐观, 在于文宏有了一个弟弟之后, 他们家就经常遇到上顿吃饱没下顿的情况, 可以说于文宏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 在她十几岁的时候, 家里的顶梁柱, 也就是她的父亲病倒了患上绝症, 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对于于文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赚钱成了她未来唯一的奋斗目标,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 首先就要好好读书, 于文宏非常明白这一点, 所以从读高中的时候开始, 她就愈发地积极向上, 努力且认真的学习态度, 通过高考考上了理想当中的一座大学, 她所就读的专业是医学专业, 因为家里没有钱, 所以从上了大学之后, 于文宏就一直在勤工俭学, 大二的时候, 她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进入到了美容院那个年代, 医美这个行业属于是新兴行业, 几乎没有什么人接触过, 于文宏是带着满肚子的好奇心, 进入到这家美容院的, 在这里了解完了整个行业之后, 于文宏当时就觉得, 在未来, 医美绝对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行业,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这个行业肯定能够赚大钱, 有了这样的认知, 于文宏决定要学这一门手艺, 她很快就向美容院的老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她可以留在店里面当学徒, 帮忙打打杂, 学习专业的技术, 或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 未来将会彻彻底底改变于文宏的人生, 后来, 她也在美容院里赚到了足够的资金, 还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钱, 这笔钱, 就是她在医美行业里头赚到的第一桶金, 大学毕业之后, 于文宏决定拿着这笔钱, 开始自己创业, 就这样, 创业成了她毕业之后要干的第一件事, 不过这笔启动资金仍然非常少, 她几乎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她租了一个非常小的店铺, 开了一家美容院, 因为地方小, 所以也放不下什么大型的设备, 她只能做一点简单的美容服务, 一开始, 生意也并不怎么好, 但是于文宏凭借着自己这些年学来的经验, 技巧, 很快,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这家小小的美容院, 于文宏精湛的记忆让消费者非常的满意, 她服务又周到, 性格讨人喜欢, 所以渐渐的, 她个人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她的美容院口碑一路飙升, 凭借着这门生意, 于文宏一个月的收入能达到四位数, 一段时间过后, 于文宏意识到自己可以再扩大扩大规模了, 于是就又租下了一个店铺, 这次的店铺不仅面积更大, 而且提供的美容服务也更加全面了, 就这样, 她按部就班地拓展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在1993年的时候, 于文宏终于是创立了宏极一时的于美人集团, 要知道, 意美是个新兴行业, 所以说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向国外学习, 在于美人集团刚刚起步的时候, 于文宏除了忙工作, 还要花上固定的时间, 跑到北京专门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正确态度, 所以于文宏和他的于美人集团 才能在医美行业上走得如此的顺利, 后来, 他甚至还到海外深造过一段时间, 于美人集团就这样在于文宏的带领下, 渐渐地成为了一家国际集团, 在亚洲范围内都是耳熟能详的存在, 甚至连欧美地区的许多国家都跟于文宏的于美人有过合作, 可以说于文宏是凭借着一己之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不得不说, 于文宏的商业天赋绝对是顶级的, 他非常懂得营销自己, 把自己当成了于美人集团的活招牌, 他先是利用医美,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致美丽, 而后再在公众场合频繁露面, 出席各种各样的交际场所, 久而久之, 自己的名气变大了, 认识更多的商界大佬了, 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就更好了。 虽然于美人集团曾经也遭遇到了许多麻烦事, 但是于文宏通通都能够迎刃而解, 更让人佩服的是, 年近半百的于文宏还和一个欧洲的顶金男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据说, 还是这位顶金男模主动追求的于文宏, 可见他的个人魅力确实是不同于常人的。 不过正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幸福的于文宏, 如今也是被爆出了丑闻, 有关部门发现于美人集团涉嫌偷税, 金额超过了数十亿, 大家都知道义美行业是个暴力行业, 可没想到于文宏竟然偷偷地捞了这么一大笔钱, 面对这样的丑闻, 于文宏倒是显得淡定许多, 毕竟他早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哪还会在意这点税款, 该补交的他很快就补上了, 该罚的他也立刻就认罚了, 可公司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于文宏的任性, 品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未来于美人集团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局, 也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吸取教训, 在合法的范围内赚到干净的利润, 那么你们觉得于文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